台湾外送平台是越来越发达 路上随处可见 就外送觉得深紧 不过外送机车违规临停的状况 也是越来越严重 而为此有议员就要求市府交通局 能够参考台北市的做法 来示办外送临停区 不仅是要改善外送机车的违规临停乱象 也能避免造成交通阻碍 防疫期间许多餐饮员者纷纷转型 推出外带餐点 也让外送平台蓬勃发展 但随着人数一多 外送机车违规临停的状况 也越来越严重 甚至是造成交通阻塞 为此就有议员要求市府交通局 能够参考台北市的做法 示办外送临停区 以台北市北英女旁边贵阳街一段的 这个机车停车阁为例 它的临停时间就是周一到中午 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 或者是傍晚的4点到傍晚7点 就是这一段午餐晚餐 同学们老师们职员们用餐的这些时间 那其实开始设置临停区之后 这个机车阁反应是非常好 甚至有很多人有提到 看得到停不到 阁数不够 其实有这个需求 需求量是很高的 明代表示 虽然现有的黄线可以临停三分钟 但限制车辆必须保持可立即行驶的状态 不符合外送员的临停需要 因此台北市从去年底开始举办 外送临停区 每次限时15分钟 针对学校夜市及百货周边 都有设置临停车阁 超过停放时速也能依法开阀 借此达到有效管理的目标 透过这个15分钟临停的设计 这是完全做得到的 台北市就是透过加强的巡逻 你只要车辆在这里 停放超过15分钟 那我就开劝导单甚至开罚单 这些也完全也有法规可行 所以这执行上 这执行上我认为 是非常可行的 而且它确实可以有助于改善 目前这个外送业 越来越发达的这个状况 送餐者 他会希望他一天要送很多单 所以他会希望减少步行等等的时间 然后最好是集门服务 车停在门口放的时候人就走 因为他这样子最有效率 所以怎么样有机会 可能端点的部分 比如说是什么集合大楼 甚至补席街 比较有机会 不过这个部分是 我们可以来检讨看看 然后看怎么样来处理这块 对此市府交通局也表示 目前除了向外送员加强劝导 避免车辆违规停放外 后续也将与警察局 清发局等相关单位讨论 沿意外送临庭区的可行方案 以维护所有用路人的权益 接着沉默汉台中采访报导